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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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首先敬禮 傳承主事 了名和尚 撒迦正空喪失 十六四大八华王喀玛巴 圖登達爾吉喪失 敬禮父母主尊 大隨求菩薩 敬禮坦誠三寶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的貴賓 南投縣政府服務中心主任 南投縣政府服務中心主任 陳喜昭主任 南投市長陳喜俗法市長代表 陳田登專員 三角里里長 陳家財里長 立委候選人 張國新先生 立委候選人 立委候選人 謝明言先生 立法委員 蔡其昌立委 南投縣議員 喜莊議員 臺南市民進黨主委 蔡旺前議員 草屯政長 洪國號政長 草屯政代表副主席 黃文君女士 草屯 南投縣議員 簡佩林議員 南投縣社會處 新任處長林榮生先生 台中市議員 陳士凱先生 中正理工學院 測量系教授 沈倩銘教授 測量署前署長 孫福生將軍 極夫人 潘奕鴻女士 中營營宴 朱時宜教授 夫人陳文文女士 大學同學 朱金水先生 李林德先生 2010年 挪威奧斯路 葛立格 國際鋼琴大賽 金牌得主 林一環音樂家 1992年 新加坡環球小姐 2002 世界聯合國夫人 新加坡傑出企業家 趙慧平董事長 中委會法律 卓中山律師 羅日良律師 房業勤律師 周費芳律師 明節目主持人 台志炎先生 明歌辛辛龍先生 中國醫藥學院副院長 施淳明先生 還有很多 未練到明的貴賓 那麼 在這裡 跟大家問候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做 大水球菩薩的超度 起伏 息災 爭議 祥福 敬愛的 最大的附魔法會 謝謝 那麼剛剛這個主任 也提到了 今天早上九點的時候 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 吳敦義先生 及南投縣長 及所有的 很多的貴賓 他們都到了 這個台灣的一帳室 那麼到來的時候 根據師母 根據師母所講的 他們是來搶頭箱 搶頭箱 那麼我個人呢 是因為 今天下午要做 這麼大的附魔 那麼一定要在家裡 先修這個大水球菩薩的法 先修這個大水球菩薩的法 發持力非常的強 剛剛啊 下降了一片的大光芒 非常光的光 大水球菩薩 第一個特徵 他顯現出非常大的 非常亮麗的 的最大的光芒 就是大水球菩薩 不管是顯教 或者是密教 在佛教界 大水球菩薩 是一尊非常特殊 而且殊勝的菩薩 很少人知道 有大水球菩薩 很少人 所以今天來的這個選舉人 都很有福分 都有很有福分 很有福分 因為他是一焰金剛 你有什麼願望 他就給你什麼 他是胎場界 臺場界 蓮華部 觀音宴 裡面的一尊菩薩 叫做大水球菩薩 也可以稱為 大水球觀音 這尊菩薩 很少在顯密之間出現很少 顯教也很少提到大水球菩薩 也很少提到大水球菩薩 密教修這一尊的人更少 但是師尊講過 越多越多人修的 越多人修的 不是很容易相應 因為太多人求他 越少人修的 你一修就相應 所以我介紹這尊菩薩 可以講 他就是神秘的這個嘉賓 最最神秘的嘉賓 他從幕後做到最前面來 讓大家看到他 什麼是大水球呢 以前我在寫這尊菩薩的時候 師父在教這尊菩薩 我們底下有人發問 是不是屬於隨便球 他就隨便硬 隨便球就是隨便硬 青菜球都有 是不是這樣叫做大水球 大水球不是大隨便 還是要衡量你自己 簡單的講一句 你隨便一個人說 我今天好了 師針講大水球菩薩 你求什麼他就給我什麼 好 那我就求我要當總統 衡量衡量自己在求 比較好一點 那個女生講 我啊 我要當林志玲 阿彌陀佛 大水球菩薩 大水球菩薩 他把人摩摩摩摩摩摩摩 他佗就 這怎麼辦啊 人家要求當林志玲 我就給他當林志玲嘛 人家要當總統 我就給所有的人都當總統 今天你們通通發言 要當總統 那怎麼辦啊 那馬英九啊 蔡英文怎麼辦啊 所以要衡量 什麼叫做衡量 雖然你在求大水球菩薩 給你的願望達成 也要衡量的 也要適合你的 講一個笑話 這是笑話啊 你們不要以為師尊 有這個念頭 不是的 不是我的念頭 是人家給我的笑話 裡面是這樣子寫的 有一位先生啊 他到百貨公司去買這個 胸罩 就是罩杯啊 罩杯 但是他不懂得尺寸 他跟那個售貨員講說 我太太要買這個罩杯 要買胸罩 那個 售貨員就問他 你知道他的尺寸嗎 你知道他的尺寸嗎 這個先生就講 不知道 這個連擊上司就知道了 他以前是賣胸罩 什麼杯 什麼杯他都知道 我們有賣胸罩的上司啊 連擊上司 這個 這個連擊上司 你說跟他 你講胸罩 他只要走過去 眼睛一瞄 他就知道是幾號 什麼號的罩杯 這位先生啊 去買這個罩杯 好啦 不知道尺寸 收費員 他很熱心服務 他說 像文膽嗎 麻豆的文膽 麻豆文膽 你知道 文膽啊 原來還是玩八蛋的膽 文膽 不是文膽 文膽 文膽 像文膽嗎 文膽大家知道嗎 那些國外來的 台灣人就知道 油啊啦 油啊啦 油啊 柚子 他說 他說 比這個文膽還要小 那怎麼辦呢 這位收費員就問啊 像木瓜嗎 他說 文膽都不像 哪裡會像木瓜啦 那收費員就講 那麼像 像橘子嗎 那這位先生就講 比橘子還小一點 比橘子還小一點 是很可憐的 比橘子還小一點 收費員就問了 像雞蛋嗎 這個先生就講 這個先生就講 雞蛋是像雞蛋 但是是煮熟的 這個笑話的意思就是告訴你 你要喜願 也要量一量你自己 你要喜願 要量一量你自己 希望你的願望 不要太超過 適合你自己的願望 你可以喜 大水球菩薩 一願菩薩 馬上可以給你願望達成 你喜得厭 衡量自己應該怎麼樣子 像現在的這個 在座的這個候選人 他一定喜願 當選 那是可以的 那是可以的 那是可以喜的 希望大水球菩薩 在今天 給眾人 所祈求的願望 全部達成 大水球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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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随便 它的意思是說 它還有很大的法力 可以給你喜得厭 能夠滿你的厭 但是你自己也要衡量 而不是随便 当初的师父教我们大随修菩萨法 也是这样子教 随便是不可以的 太随便更不可以 那么我们有时候做事情 不要太随便 以免令人误会 弟子也有写给我一个 这个太随便的笑话 你们要不要听啊 OK 不是我的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 不要误会 有一个单身汉 他要出门 紧急要出门 这裤子的这个扭扣掉 裤子的扭扣掉 他因为紧急要出门 那么自己家里又没有针线 他只好请邻居的太太帮忙 邻居的一位太太帮忙 帮忙红这个扭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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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這個單身漢到最後就變成鼻青臉腫 鼻青臉腫被打了一頓鼻子也歪了眼睛也腫起來 他的同伴問他你來參加這個集會為什麼你鼻青臉腫鼻子也歪了 他就是講剛剛的原因 他出門的時候緊急要出門 這個褲子的鈕扣掉了 請隔壁的太太這個紅這個針線 是很正常也不算什麼的事情 太太就答應了就給他紅 那紅到最後就是要把這個線給他剪斷 剪斷的時候你知道台灣人有個習慣 就把那個線抓到嘴裡面 抓到嘴旁邊這樣咬 咬那個線 剛才咬線的時候他的先生就回來了 他先生就一睡就好意了 就把他剪斷掉了 喔 一聲的鼻青臉腫 所以大家要知道 這個就是太隨便 是不是太隨便了 長治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不是我講的 大水球菩薩有八個手印 你們一定要學會的 你要求驗就要揮這八個手印 結完這個八個手印以後 才向他求啊 所以也不是很簡單 八個手印啊你們要記好 等一下我做得很快啊 你們記不住喔 你們記不住喔 得料去啊 八個手印喔 誰叫做誰求八印 誰求八印 我比給你們看 盡量的慢一點 你們能夠看清楚就有福分了 從第一個手印開始 這是第一印 被稱為這個內五穀印 內五穀印 這是第二印 就是十輪金剛的印 十輪金剛的印 第三個印 就是大威德金剛 文諸實力菩薩的印 第四個印 第四個印 就是尊聖佛母的印 就是尊聖佛母的印 尊聖佛母的印 再來 第幾個啦 第五個 叫做三姑印 三姑印 三姑印 第六個 單姑印 第七個 虛空長印 虛空長印 第八個 就是歡竊印 歡竊印 歡 還 是還天的還 竊 就是寶竊的竊 晶 也就是晶寶印 晶寶印 晶寶印 那麼這個晶寶印 還要摩擦三下 這個是主要的印 摩三下 倒轉拍三下 四下 一 二 三 三下 三下 三下就可以 摩擦三下 還要拍三下 回到原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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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 因為只有這樣子 他心中 馬上聽到你的聲音 你結了這八個印 在摩擦三下 就觸動了 大隨求菩薩的心 拍三下 他就響印 他就響印 你的祈求 所以啊 也是不容易的 你要先協會這八個手印 八個手印 還要懂得 觸動大隨求菩薩的心 然後要請他 響印你的祈求 剛剛截這八個手印 剛剛截這八個手印啊 你們會不會啊 不會啊 不會啊 我叫這個台灣雷障士 這個連哲上司 趕快印這八個手印 給所有的同盟 給所有的這個貴賓 讓他們能夠所求 能夠如願啊 這個叫隨求八印 大隨求菩薩 有隨求八印 每一次你求他 你就做這個手印 還要唸他的咒語 這咒語會不會啊 Om Maha Gradi Salo Soha Om Maha Gradi Salo Soha Om Maha Gradi Salo Soha 是不是這樣 Om Maha Gradi Om Maha Gradi 印度啊 印度啊 他有一尊這個財神 印度有三大神 一個叫做這個大凡天 一個叫偏淨天 是保護神 一個是破壞神 叫做希望 這三大神啊 一個是創造 大凡天 一個是破壞 就是希望 一個呢 叫做偏淨天 是保護神 叫做Ganish Ganish Ganish的形象裡面啊 也有顯出 就是紅柴神的這種形象 又叫做橡皮柴神 印度人很尊敬Ganish 這個Ganish 這個Ganish是印度凡語啊 到了西藏以後變成紅柴神 叫做Galabadi 他的聲音就變成Galabadi Galabadi 就是Ganish Ganish就是Galabadi 你說這個音有沒有差 是有差一點 Galabadi Ganish 是一樣的咒音 凡文叫做Ganish 藏文叫做Galabadi 所以這個咒音大部分都會差一點 我們稱為馬六甲 他們馬來西亞的人稱為馬六甲 是不是 就稱為甲 Galabadi 我說女神Galabadi 就是寫這個馬六甲 馬六甲才會變成女神Galabadi 卡卡就變成國語卡卡 國語就叫做女神卡卡 其實是女神Galabadi Galabadi才是對的啦 我寫的那一本書是寫給這個賈賈 對不對 賈賈 這賈賈 我寫的那一本書是寫給這個賈賈 其實在馬來西亞就稱為Galabadi 寫給Galabadi Galabadi跟Galabadi又差很遠 所以我們唸咒音啦 有的時候啊 你跟著師尊唸就對了 所以剛剛發音有一點不標準 我特別解釋給大家聽 你知道Galabadi 怎麼會變成這個Galabadi Galabadi其實也就是Galabadi 這就是那個咒語 咒音的不同 所以夾夾就叫做卡卡 又叫做卡卡 夾夾 卡卡 再來呢 就是卡卡 所謂女神卡卡 其實就是女神卡卡 我是這樣子講的 這大水球菩薩 我剛剛講了 你的喜得宴要適合你 也不可以隨便 他就不隨便要持他的咒 修他的法 我們都有修法遺軌 密教都有修法遺軌 修他的法 不過你們今天在這裡 像西空中的大水球菩薩喜宴 因為有大水球的父母 他的光偏照下來 你們的喜宴 他是給予你們的願望 那天我聽到一個笑話 女生很喜歡漂亮 師尊也喜歡專員 所以我贊成 我是贊成整形美容 我都贊成 因為給自己高興 自己站在鏡子面前一看 今天心情很好 因為莊姨 因為莊姨整形美容成功 因為莊姨整形美容成功 心情很好 看起來也鬆快 神清氣爽 每天要照鏡子 你每天看到自己那一張臉 你很慘 每天都不舒服的 所以師尊贊成整形美容 但是一定要成功 不成功的不算 有一個女士去整形美容 他就很高興的 哇 成功了 回到家裡 這回到家裡呢 這個先生就把門打開了 一看 哇 那麼美的小姐 他的太太就跟他講 你不認識我的嗎 他先生就回答 趕快進來 我太太不在家 整形美容能夠整到這樣子 你們偷偷告訴師尊 師尊也要去 我自己覺得自己有時候 早上起床啊 這個刷牙洗臉啊 看看鏡子啊 面目可真 這個樣子 這個三日不讀書 面目可真 其實我是每天讀書的 讀書啦 還面目還可真 偷偷告訴我 偷偷告訴我 我也會去的 我也求這個 大水球菩薩 讓盧世尊啊 這個道老 都非常的莊嚴 非常的慈祥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需要我整形的時候 請大水球菩薩偷偷告訴我 我也要去 這個我們講這個修法 要注意 修法的時候啊 我們有前四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大禮拜 世歸一 大禮拜 大供養 發世無量心 這四點非常重要 另外還有披甲附身 還有懺悔 還有上司相應化 還有百日明 這些都是屬於其他的 那麼我們最重要的四點 是世歸一 大禮拜 大供養 跟發世無量心 就是發菩提心 發心是非常重要 修密教 第一個最重的是三四道 三四道 什麼是三四道呢 一個叫做下四道 認為我們人間不夠好 苦多於樂 事實上我們的苦是多於快樂 快樂的時候少 痛苦的時候多 那麼苦多於樂的時候啊 你必須要怎麼樣 你要出世間啊 將來不要再輪回到人道 甚至於三二道更不好 第一 惡鬼 畜生 人道 阿修羅道 都不是很好 人道呢 很辛苦 我們身為人 雖然算是幸福 但是還是辛苦 所以修法 學佛的意思 首先就要有出世的思想 要離開這人間 最重要的是轉世到更好的境界去 這個就是下四道 剛剛開始你學佛法一定要有出離心 有出離心產生了 這個稱為你皈依的時候啊 你在做四皈依的時候 你必須要發這樣子的三四道的心 你學佛法就是不希望再來輪回 這是第一個下四道的思想 第二個的思想 就是中四道的思想 你這一次結束以後 你經由這個大水求菩薩的接引 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淨土 那是所謂極樂世界就是 very, very happy country happy country paradise 就是極樂世界 paradise 就是極樂世界 就是very happy country go to the very happy country 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 佛國淨土 那麼這個是指於中世道的 最重要的出世思想 是說你這一世了斷以後 能夠捷悟成佛 成為菩薩 成為佛 這就是上世道的思想 所以你皈依佛 皈依法 Namogulbe Namobuttaya Namodamaya Namobuttaya Namobuttaya 你皈依佛 你最主要就是要成佛 成就佛果 你必須要好好學習佛法 一直到開悟 見信成佛 這個就是上世道的思想 所以佛教有三世道 第一個 離開輪迴 到更好的地方 第二個 到極樂佛果 第三個 寄生成佛 這就是我們密教本身的修行 我們不能流落在這世間 因為世間是屬於欲望的 欲望的世界 屬於有欲望的 有所求的世界 當然我們下世道也是有所求 中世道也是有所求 到了上世道也是有所求 但是你這個求到最後 你會變成無求 這才是真正的佛法 這才是真正的佛法 那麼有所求的世界 既然有求就有得 有得就有失 可是 得失之間其實是有得就有失的 所謂欲望是無止盡的 欲望就像一個生物學的教授 他問一個女學生 人在哪一個時候 你認為人體的器官 在感情非常激養 最衝動的時候 它會漲大了十倍 那個女學生說 就我說 我可以不回答這個問題嗎 這個教授跟他問這個問題 他說我可以不回答這個問題 然後 面紅耳赤 眼睛就低下來 眼皮都垂下來 不敢看教授 以為教授是給他性騷擾 結果教授問另外一個女學生 人在激情的時候 感情非常衝動的時候 什麼會漲大十倍 那因為李同學站起來 正色的講 眼睛的瞳孔 會漲大十倍 你們不要想歪了 我是跟你講真的 生物學家知道 人在 這個非常激昂的時候 感情非常衝動的時候 他的瞳孔會放大十倍 所以那個生物學教授 所以那個生物學教授就給第一個女學生講 我認為你有三點的缺失 第一點 你昨天晚上沒有做功課 第二點 第二點 你浮屍亂想 第三點 你將來結婚以後會大失守望 沒有 沒有 這樣大十倍好像不太可能吧 太誇張了 講的不是這個 是眼睛的瞳孔 在你非常激昂的時候 這個感情非常衝動的時候 你的瞳孔會放大十倍 這個生物學教授 是這樣子講 我們這裡有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朱石儀教授 他是那個物理博士 化學博士 生物有沒有研究 他沒有回答 這個晚上沒有做功課 我們求什麼得什麼 大水求菩薩 你只要依照正念的發心來做 事歸一 大禮拜敬禮大水求菩薩 大供養 把種種的供養 起出來 祈求大水求菩薩 最好的供養給大水求菩薩 什麼供養都可以 只要你認為最喜歡的 你就拿出來供養 大水求菩薩不會把你吃掉 你還是收回去 但是你已經發了心 發肆無量心 很重要 就是剛剛受菩薩戒的 非常重要 慈悲喜捨 給人快樂 消除別人的痛苦 非常翻喜的去做 甚至於 甚至於人自己的身體跟生命 自己的身體時間 通通奉獻給眾生 發慈悲喜捨 事無量心 眾生平等 所以每一個人跟人之間是平等的 菩薩是這樣子 利益眾生 不為自己才是菩薩 你有這樣子的信量發出來 大水求菩薩就會給你 一定的 就像一個老師啊 帶著同學去採水果 到山上採水果 然後老師講啊 你們每一個同學去採水果 回來在這個小水池裡面洗 洗乾淨了拿水果吃 種豆得豆啊 種瓜得瓜 去採什麼水果你就吃什麼水果 那同學這個戶外這個教學 非常高興 大家都去採水果 這老師就問啊 回來以後大家再洗 洗水果 這個小華你採到什麼水果 他說我採到蘋果 正在洗蘋果 正在洗蘋果 那麼小櫻你採到什麼水果 我採到這個櫻桃 Cherry 哇那好 洗這個Cherry 非常好 這個小櫚你採到什麼水果 我採到 Gamma Bic 番茄 番茄 Gamma Bic 好 那你趕快去洗 他就洗 他問小民啊 你採到什麼 小民回答說 我採到大便 那你正在洗什麼 我正在洗鞋子 阿弥陀佛南无不大亚 踩到什么就吃什么 这踩到大便是不可以吃的 踩到大便不能吃大便的 所以你就是这样 这是种果 德果 对不对 种豆得豆 种果得果 种什么得什么 所以我们学密教的最重要的 刚开始你事归一很正确 南无古老辈 南无不大亚 南无大摩亚 南无生开亚 非常的正确 你是发心三世道 大礼拜你敬礼大随求菩萨 就如同大随求菩萨在你面前 敬礼他做大礼拜 恭敬他 供养他 你是在种善的因啊 种善因啊 你就能够得善果 你持他的咒 触动他的心 你跟他祈求 他就会给你 种善因得善果 种恶因就得恶果 就跟我们采水果一样 就跟我们采水果一样 你采到什么水果 你就吃什么水果 所以今天我们洗什么宴 随求菩萨 大随求菩萨 他就会给你 他叫做一宴金刚 就是给你愿望达成的金刚啊 这个 我们不要太贪心啊 太贪心也不太好 有 我们佛教徒有三个事业不做 佛教徒注意啊 有三个事 你千万不要去做 赌博业不可以做 赌博业不可以做 会引起人家的贪心 色情业不可以做 引起人家的贪意 杀生业不可以做 那是伤害生命的行为 这三个行为不要做 杀生 赌博 色情 其他的事业你都可以做 我们啊 不能学习人家去抢钱 抢钱啊 什么事业最好赚 事情业也很好赚 杜博业也很好赚 杀生业也很好赚 千万 但是我们不赚那种钱 那是不挣财 我们赚的是正财 而非不正财 这个索马尼亚的 索马尼亚的海盗 你知道很有名啊 现在世界有名的海盗 索马尼亚 索马尼亚海盗 真的是抢钱啊 你在后柜船过去啊 他就把整个船抢进去 那个有被抢的那个国家的官员 去跟他交涉 那海盗就讲 三百万美金传载黄金 三百万美金传载黄金 其中一个奖 可以不可以少一点 两百五美金就好 两百五美金就好 那海盗就讲 什么两百五 两百五我知道啊 你们这个黄命孔都是骂人的 两百五 两百五是什么 二百五啦 二百五不可以 那是骂人 他说三百就是 三百啦 三百这个船就还给你 这个官员就讲 那你那个收条啊 要写七百元 收条要写七百元 我才三百元给你 收条要写七百元 那海盗说 你们这官员啊 抢钱抢得比我们海盗还要凶 这是笑话 这个是笑话 我们不能抢钱 我们所有的都拿去做工艺 师尊曾经啊 卖了五个劳力士表 一卖五个劳力士表做什么 劳力士表 一卖的买走了 那个钱是归于做工艺的团体 去做工艺的 那外界的媒体以为啊 你卢师尊抢钱抢得好凶啊 这个劳力士表卖了 到底是谁拿走 师尊从来意卖没有拿过一毛钱 全部给所有工艺团体 拿去做工艺 这个南投县的那个县长 那个他们主任 所有的主任处长都知道的 师尊 这个日本震灾 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台币 师尊个人出的 我也不是拿工艺团体去 去给的 师尊个人出一百五十万 八把水灾 我们造了这个 我个人在美国西雅图 我就出了五万块美金 个人出的 个人出的 那个九二一大地震 我一个人 单单我拿出来的 这七万美金 一个人出的 个人出的 哪一个灾难 青海大地震 这个四川大地震 海地大地震 印尼大地震 哪一个地震 没有出过钱的 通通都出钱的 所以我们做的 都是工艺的试验 像那个华工功德会 在南部啊 那个桃园 桃园社区 这个 嘎仙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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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 那马下 我们造了三座桥 三座桥 也出了不少钱啊 华工功德会 华工功德会 香港的会长 常人上司 整年都在做公益事业 我们任养的协同 任养的协同 有一千多位 那天讲说有一千多位 任养的协同 有五十几个协校 甚至八十个协校 天天我们 法工功德会 去煎白米 去煎他们的 这个营养午餐 都是我们在做啊 还有这个卢胜宴布施基金会 在二十七号 西雅图的法会的时候 又要捐出很多的钱 我们任养 在美国任养 美国照样很贫穷 大家知道 他的国债很高的 很多人读不起书 我们照样在美国 任养的美国的协同 第一次给十四万美金 第二次在这个八月二十七号 也要给同样倍数的这个美金 给那些协同 都是我们任养的 这是声音录反备性 卢胜宴布施基金会所做的 我们啊 卢胜宴布施基金会 做健康照顾 现在的很多不义之症 在美国研究的 我们都用金钱去布施 他们继续能够研究 将来有药物可以治这些 不义之症 健康照顾 另外还有这个 奖助协金帮助所有的 清函奖协金 这是声音录反备性在美国做的 我们不能抢钱啊 不能老是做股票 最近股票跌得很厉害 大家知道的 大家一片股灾啊 就是张先生 天天去那个浩子 他们称为浩子 去看浩子回来就很生气 跌得那么凶 回来 他的儿子看到 他老爸就喊一声 爹 爹啊 爹啊 叫他爹 爹爹 这个八龄儿子 以后讲张张 我是姓张啊 张张张 不可以叫爹爹爹 这个是贪啊 这个是贪啊 这个是赌啊 股票也是赌啊 你长期的 我不认为赌 短期的 我认为那是贪 那是赌 不可以的 我们不做 我们佛教徒 不可以做 做这一种 我们也不做杀生的事业 杀生我们不做的 伤害别人 不可以 你不但不可以抢钱 也不可以伤害人 你知道吗 师真讲过一句话 众生平等啊 你凭什么可以打人 你打了别人 就是打你自己啊 佛教里面讲的 自他平等啊 你自己跟别人是平等的 你打了别人 伤害了别人 就等于伤害你自己 如苏珍讲过 众生都是男的 都是我的父亲 你的都是我的母亲 你要把他们当成恩人看啊 你这一生能够 在这个社会上能够立足 是众生给你的 你怎么可以伤害众生 所以我们杀人的事业 绝对不做的 杀人的事业绝对不做 什么杀人的事业 太惨了吧 杀生啊 杀生 讲错话 讲错话 杀生的事业 阿玛阿伟 南无 不大耶 阿南无 阿弥陀佛 原谅师尊 讲错话 什么杀生的事业 不是杀人的事业 杀人的事业 就变成职业凶手了 杀人的事业就变成职业凶手了 还是有杀人的事业啊 对不对 还是有嘛 所以我们杀人 杀生的事业都不可以做 连打人 欺负人的事业 霸凌人的事业 都不可以做 有一只青蛙 去问 去博寡 去找那个吉布赛 吉布赛女郎 看水晶球 看水晶球 这个吉布赛女郎就跟他讲 你很快会遇到一个非常漂亮 七线女郎的小姐 实在是太美了 那个青蛙非常的高兴 她说 是不是我变成青蛙王子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小姐 她就会出现了 这个吉布赛女郎 就在水晶球再看一看 哦 不是啊 是你被送上的解破台的时候 那位你漂亮的女学生 你就会遇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学生 阿弥陀佛这样听有吗 解破台不算 那是那个解破鞋嘛 解破鞋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 年轻的时候啊 读书也上过解破鞋 那个时候解破就是拿青蛙来解破嘛 所以她说这只青蛙就是说 会遇到漂亮下来 因为那个女学生长得非常的 非常的美 非常的漂亮 正你在解破台上 你就会遇到她 那青蛙当然很伤心啊 不过我们认为 这个也是杀生的行为 我们也是认为这个是杀生的行为 虽然来讲起来是解破 像实验的实验室当中的杀生 怎么办呢 我们佛教徒要念一个座 往生净土 超生出苦 南无阿弥陀佛 我给你皈依 让你到净土去 然后 咔嚓 如果是蚊子啊蚊子啊 蟑螂啊小墙啊 你看后面 往生净土 超生出苦 南无阿弥陀佛 那草鞋就啪 但是等到你念完的时候 他已经跑掉 我常常在念的时候 要在心里念 不能出声念 因为那小墙一听到 他就跑 蟑螂啊 蟑螂 所以我们 不得已要杀生的时候 像蚊子啊 往生净土 超生出苦 南无阿弥陀佛 啪 就打 可以的 这时候你已经帮他皈依了 帮他皈依了 他会到更好的境界去 更好的境界去 这是我们佛教徒一定要做的 斯嘉摩尼佛曾经讲 一口清净水 八万四千虫 如果不持咒 便是杀众生 你知道水里面 也有虫啊 尤其在古代的印度 恒河的水里面 当然有续菌 我们吃药 一样会杀死你身体的续菌 也是杀生 也要帮他们持咒 我们要念往生咒 念文师实力菩萨的咒 我们就是不可以杀生 非不得已要杀生 你一定要持咒 斯嘉摩尼佛是很 是真正的一个大杰尊者 他在两千五百多年前 他就知道 有人问他 人是什么做的 斯嘉摩尼佛就讲 人是虫做虫 就是虫的窝 虫 窟 虫窍 虫窟 斯嘉摩尼佛 人是虫窟 你身上都是细菌啊 都是虫 包括你的红血球 白血球都是虫啊 你的前身都是虫啊 你不是虫窟是什么 你不要讲说 我现在已经不是虫窟了 我是人啊 你父亲 你母亲所放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一条是长虫 一条是原虫 你知道你父亲所放的虫多少吗 多少长虫 你母亲所放出来是原形的虫 你父亲所放出来是一条长虫 你是虫变的啊 佛头就知道 人是什么 虫窟 释迦摩尼佛讲 今天所有的一切行为 都是杀生的行为 你吃树 以为你吃树不杀生 就可以不持受 错了 哪一棵树没有生命啊 你随便一刀下去 那个树马上流血啊 流树子出来啊 这是树里面的血啊 它也在呼吸新鲜的空气啊 它也在身体里面 也在水溢在循环啊 它的营养在循环啊 怎么不是生命呢 科学家证明啊 每一棵树还是有感情的呢 我家的玫瑰花在西雅图 我跟他讲 明天长得漂亮一点 他就咻 就非常的 哦 卡哇伊 哦 Bara is kawaii So beautiful 你不跟他讲 他就练掉了 你跟他讲 拜托哦 延长几天 寿命吧 花再开好一点 我给他加持 他就咻 他就变得漂亮了 他也听懂人的话 你爱护他啊 吃树也要持重 不是吃分才要持重 吃素吃分都要持重 不要想住飞飞 那是移植的 人家写给我一个名 上面有毛 下面有毛 晚上啊 毛碰毛 你猜什么东西 很多人都想的歪了 胡思乱想 你心中有欲念啊 上面有毛 上面有毛 下面有毛 晚上毛碰毛 你看 什麼蛙子啊 很多人就想歪了 師尊講黃話 粗的 絕對不是黃話 眼睫毛 是你們自己想歪了 是你們自己想歪了 上面有毛 下面有毛 晚上毛碰毛 哎呦 師尊講黃話 沒有 那麼不大呀 是眼睫毛 所以喔 你們心中有鬼啦 心中有鬼啦 對不對 所以喔 有時候 這個醫生在問話 也有問不對的 剛才我講話也講不對 什麼殺人的事業不可以做 這個是講錯了 醫生有時候也講錯話 醫生問一個女士 你受孕的時間啊 就是九夜九日晚上九點 是不是 那個女士講不錯 就是那個時間 正是九夜九日九時那個晚上 我懷孕了 醫生在問一句話 醫生在問一句話 那你現在 那個時候在做什麼 這是醫生講錯話 那個時候 醫生就問那個女士 那你九夜九日九時你受孕了 那個時候你在做什麼 大家都不笑 大家都不笑 都沒有人笑 這是醫生講錯話 醫生不可以講這個話的 那個女士當然是 嗯 嗯嗯嗯 當然沒有話可以講 好啦 你的生日是哪一天 十月十五號 是哪一年 每年 這個也是廢話 你生日是哪一天 十月十五 那麼哪一年 每年 當然 當然 當然是每年 他在 這個男的是在問 問你的 他的生日 他的年齡 故意要套他的話 你的喔 不喜歡給人家知道 他的年齡幾歲 嗯 對 所以他就講 每年 我們邪佛的人啊 不可以講妄語 不可以講假話 不可以欺騙人 這是很重要的 菩薩界剛剛很多人受菩薩界 菩薩界最重要的 不可以講妄語 不可以講假話 不可以講假話 這個都是在介立裡面的 所以有時候啊 美國人比較單純一點 我住美國那麼久的時間 發覺美國人實在是很單純 這個 我女兒 我女兒是那個 盧佛欽 盧佛欽 她現在在做 盧佛欽 盧佛欽 就是盧聲言佈置基金會 那麼她嫁的 就是叫做Andy Andy是外國人 這個Andy啊 是 比較老實的美國人 比較老實 他們出去旅遊啊 出去旅行 回來 但他買了一些東西啊 回到美國以後要報稅 要有一張表要報稅 這個 報稅的時候啊 就要寫你買什麼東西 買什麼東西 買什麼東西 那有一個限制 多少錢啊 八百塊 不要超過八百塊 就可以了 那個佛欽啊 就是買的東西 就買到差不多八百五 八百五 這個Andy呢 就一條一條寫 多少 這個多少 這個多少 八百五 就要扣稅 佛欽啊 就把他寫 八百 八百 八百一 剛好八百 那Andy就想 這樣不行啊 怎麼你可以 你明明擺八百五 為什麼要寫八百 佛欽就是寫八百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兩個人為了這件事情 也有爭執 也有爭執 一個要八百 一個寫八百五 不過寫佛的人是要這樣子 不可以妄語 不可以講假話 一定要講真實意 那麼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就是真實意 真實的語言 有一次啊 這個 我也是這樣子 一個董事長 一個秘書 那個秘書啊 是外國人 董事長 是法人 在美國 這個秘書接到一通電話 要找董事長 那董事長在旁邊跟他講 跟我講不在 跟我講不在 那個秘書是外國人 他說 你明明在 叫我講不在 他就講不下去 那麼他就跟董事長講 這樣子好了 你就走到門外去 我就跟你講不在 你如果在這裡 我講不出來 就是有這樣子 純的 很正直的 那個美國的這個 美國人在 就是有這樣子 那個我們 如果我們台灣人 就不是了 跟我講不在 那個秘書是台灣人 我們董事長沒在 我們董事長沒在 就是在 他也講不在 台灣人就比較習慣這樣子 但是我們學佛的人 就不能夠忘語 就一定要講真實語 講實在的話 所以在這裡啊 我跟大家講一些 稍微講一些 學佛的介力 不貪 你不可以貪財 不成 你不可以發怒 對眾生 不可以發怒 對任何一個人 都不可以發怒 都不可以 知 你不能有余知 你必須要 懂得佛法 有佛法的知會 那麼你在這裡 你真正學佛 你才會學到真正的佛法 才能夠得到真正的知會 你跟大水球菩薩 大水球菩薩 祈願 你才能夠 他看到你 願意把這個願望送給你 你的願望能夠實現 必須要遵守 大水球本身 跟佛教的種種的介力 你去求他 他給你願望 所以也不是大水球 也不是隨便求 隨便給 是你真正在學佛 你守了介力 他就真正會給你的 謝謝 今天就講到這裡 歐媽你祝福 謝謝